你到股东前少留一下目前大盘新一波的慢压再度的出龙了 大盘目前指数跌至今低 跌了167点 把16700点关卡先行做跌破 指数看起来今天有点点是要靠下杀来进行取量吗 还是做加速在最后的赶跌动向呢 今天的一个K线持续的连黑的情况之下 来到今天我该进行反手往空方来做避险的一个动作 还是今天也该砍股票了呢 又或者在今天杀出了最后的买点 怎么做解读再为您的线请要到 专家是分析师许峰路了 峰路好 听见各位请问的这边大家好 好 峰我们看到大盘从这波八月以来跌跌不朽 指数在今天呢再度在刚刚又有一波新的卖压出龙 来到这个位置我们怎么做观察 指数看起来呢 是在进行下杀取量吗 还是加速赶顶呢 现在到底该不该反手往空方做 手上如果还有持股的 还要砍在今天吗 你给大家什么建议 好 我想台北股市今天持续在进行技术面的修正 我一直在强调说是技术面的修正跟筹码面的清洗 主要是融资符合在这一段指数下跌的过程里面 融资减幅还是不太够 那我认为在整体的一个大结构之下 这还是个长途格局 你看一下不管是美国的道琼或者是标准扑合500 这些指数它其实都还在创新高 那虽然说跟我们联动比较深的这个废半并没有在创新高 但是大家也要知道 在今年我们看到整体北美的一个半导体设备出货 持续在创高 那接下来的一个产能它会开始会持续是一个开出 整体的产业其实是非常看好的 那你再看看台北股市里面 台积电虽然说今天是比较弱 可是大家要知道 其实它昨天已经扮演了称盘的一个要角 再加上一直跟大家在强调说 法说它就已经告诉大家说 它第三季的季成长大约10% 所以市场上针对于现阶段的一个电子股 其实还是抱有期待 不过短线上我们不得不说 现阶段市场持股信心非常低 那我刚刚听到前几位分析师都有提到 不管是现在的一个当冲交易税的一个问题 又或者是所谓的一个当冲交易 会不会纳入到更严格的一个规范 包含联准会又不知道缩表 其实都是市场担心的 对这市场都很担心 那因为很担心所以先杀出 但这一段的速度跌的其实相对的快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你没有发现外资在做什么 昨天大跌的时候 外资是开始进行买超对不对 而且他针对于很多他自己调降的都在买 像我早上有跟大家讲过 像金豪科 像华邦店 南科 甚至于是典序 其实外资昨天是全面性的一个买超 但外资买的是一定马上大涨 不一定 但他会比较做中长线的布局的话 你就去注意 因为外资其实我觉得他最厉害就是他不吃亏 他怎么样不吃亏 他买了 他下面还有那个源源不绝的这个资金继续买 所以他是分批分批一直买 你可以看到其实就算是前一段时间 我看到很多的航运股在跌 再像旺海的话 旺海当时候是很明显的一个例子 外资其实他一路的买 但他一路的跌 可是他接下来之后反弹过程里面 他也会懂得什么样 逃命 那你来看说这是不是很正确 你看7月17号这一天的旺海 当天其实回到了季仙不禁旺海 外资买了一万三千多张 隔天板弹上去张了 就卖掉 然后看到盘势还好再涨 然后遇到了月线压力 他就卖出 其实外资在操作的时候 如果涨上来他就会卖 但是如果买的时候 他跌的话他会怎么样 他会继续买 他就往下承接 所以我会跟大家来讲 你现在在看操作的时候 你可以去吃外资的豆腐 如果说你看到今天盘面 盘面今天早上最强 应该还是车用电池的每期 对不对 早上来创波段高点 今天量爆的就有点大了 对啊 这爆量一定不适合我们去做追加 但你要去找到他的逻辑 其实就是 现在的电动车的电池需求 是非常非常的大 那加上说 你看到美国政府的拜登 他最近才又签了一个行政兵议说 设定要在2030年前 电动车销量要占40%到50% 中国大陆也是全面在充实电动车 所以这个趋势是对的 好 但趋势是对的 我们可不可以占外资便宜 趁着他买 然后还在跌的时候 我们去跟着他一起去做布局 然后你再去看一下 有没有投信法人 已经在上面套牢 已经上面什么 做了很久的 那我帮他找到这家公司 他的一个营收其实非常好 本益比大概在15倍 Q2的一个 营益率毛利率 都是呈现一个成长 外资昨天买了三百多 三千多张 那今天还是下跌 那可是呢 我会觉得投资朋友 可以开始来占外资的便宜 这个是代号815的名基材 为什么这么说 首先你先去看 他股价这一波的下跌过程里面 虽然从最高点43.5回到这里 我们先去看一下 外资基本上是买多于卖 你看外资其实在 最高点相对高点43块钱的时候 大卖了四千多张 可是接下来就小量的回补 慢慢的一直回补 到昨天他又买了三千多张 昨天当天买了三千三百零八张 昨天收了一个小红K棒 虽然是下跌 但是收了一个小红K棒 那现在的股价 其实你再去看一下 外资买 但是没有涨 所以他又怎么样 接下来他会继续买 第二个 你看投信的买盘 投信从7月20号之后 开始进行买进 比较大幅度的买进 他的第一笔大单在7月23号 他买了三千张 这个价格跟今天的价格非常接近 下来就是他在了 7月29号又大买了三千张 很妙哦 投信大买的当天 他都是黑的 他都是黑的 你看这两天都是黑K 可是现阶段 外投信在这里累积的买单 已经有将近一万两千张 持股也有一万两千张 那成本当然 这个过去 这是以月线的成本的话 现在都在月线之下 跟他一起布局的话 其实你比他还要便宜 而且外资这边 也还有持续的买探 所以我认为 如果投资朋友看好的是 长线的一个景气 如果没有变 电动车我相信 应该没有人会反对 它是未来的长线趋势 可能是未来 二十年三十年的趋势 都不会改变 那既然是这样 那相关的一个族群 在冲高拉回休息的时候 你是不是跟着法人 开始分批布局 我觉得这是一个 布局的概念 投资朋友可以用 这个思维逻辑下去布 当然不是说 今天马上他就一定会喷出 但是长线而言 跟着法人一起走 你吃亏的几率会比较小 占便宜的几率会比较大